哈囉 到齊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 One Piece Bounty Lash 那今天的話是我們7月22號的 這個凌晨2點46分嘛 最近如果大家有看這篇影片的話 就知道我去了墾丁 然後今天的話剛回來 所以現在趕快入影片喔 不然我明天就完蛋了 就沒有影片了喔 好 那今天基本上啊 今天主題大概都會跟就是那個 半夜的時候打場有沒有關係 我記得以前好像有拍過就是 半夜的時候大家會不會比較 好爬分或什麼之類的 今天我們就來 細胯買幾了喔 不過因為我已經打到這個SS級了 所以應該是沒啥問題 來玩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 紅色套組 繼續美英加大媽 沒有問題 好不好 半夜其實這個好像也不會影響啦 因為我們早上的時候拍了這個 黃色戰爭嘛 這個半夜跟白天好像不會差太多 因為都有其他國家的玩家啦 因為其他國家的玩家的話 基本上好像 就是不會有什麼時差的這個問題 不過我們這個版本好像是不是 這個是亞洲府嘛對不對 所以亞洲的話現在應該也是 凌晨的這個時段啦 所以看起來好像就是這樣 所以排了好像沒有到很多是嗎 我記得我之前在打的時候 好像也是就是半夜比較 比較少人 但是半夜比較少人 不會代表就是沒有什麼精英啦 好不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今天這個 運勢能不能讓我們打贏多一點點 好不好 我在剛剛錄那個黃色戰爭的時候 我發現就是 你這邊好像就是 因為有一段時間沒有玩一個遊戲的時候 你回來的時候感覺好像會 看得特別清楚或幹嘛之類的 因為像我之前玩那個英雄聯盟的時候也是 我就是有一段時間沒有就是打 然後回去打的時候 好像操作就變得就是更順一點點喔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幾天都在墾丁啦 都沒有玩到我們這個邦踢蠟 請看一下 能不能好不好 強一點點 不過因為這遊戲基本上主要來說 還是一個團隊性的這個遊戲啦 所以也不知道究竟有沒有辦法 好不好 打出我們的好成績 我們就來跨買幾雷 今天的主題就是這樣 好不好 各種就是那個 那個半夜的時候 然後很久沒有玩遊戲 看一下能不能就是 變得更強一點點喔 然後我相信大家 一定會在這部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就是最近我一直很想要得知的事情 這個的話我們明天再錄影片來分享 自己的看法好不好 呃呃呃呃 相信大家都知道我要講什麼了 好不好 沒關係 明天的影片再續 然後今天7月22號的時候啊 就是 今天的這個影片 因為這個影片的話應該是 7月23號的時候才會就是 讓大家看到 然後22號的時候基本上 欸不是23號啦 就是22號的下午的時候 這個時間點的話 再過沒多久應該就是要 開始那個就是 這一次這個 海賊王的這個直播 然後應該就可以看到 到底是不是 尼卡要登場了好不好 然後大家應該就可以 準備要來抽了 欸他應該不會就是 7月12號直播 然後馬上就是那個吧 7月22號馬上就 開那個卡池吧 我記得好像不會對不對 所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一下喔 如果是尼卡的話可以先看一下 他的技能好不好 但是我是覺得我這邊 只要400多個這個 鑽子 應該是沒辦法 加 加入大概這個什麼 這個抽抽的這個 意義環吧 好不好 我是這樣覺得 因為 我就算去抽抽好像 也抽不到什麼東西 唉唷 這個半夜場喔 這樣還行喔 我們看起來不是就是 弱的那一方喔 我們是很強的那一方喔 可以喔 這個半夜場我看來是 很順利的可以拿到一勝喔 沒問題 不但因為我玩的也是就是 比較強力的角色 就大媽嘛 大媽真的是很強啦好不好 尤其是我們就是順利的就是 就是我如果做好這個守衛者的這個工作 然後又有其他的這個夥伴 能夠幫我就是去 踏前面的地的話 那我說真的我自己認為 我自己的守衛者應該 玩的比攻擊者還要好幾百萬倍 所以這邊的話 只要有人能夠去幫我踩點 我就可以在那邊當一個人形立柱 我覺得那種 就是比較 比較有威懾性的這種 守衛者就是 能夠把血量拉高的這種 都是很好的一個人柱 而且他們基本上又不太容易死 而且我們是一百等啦 而且帳號基本上也算是 就是 蠻高階的 所以 比較不容易死掉 然後我們又可以在那邊當人柱 所以 其實我是還蠻喜歡玩守衛者的 恩 守衛者跟奪寶走都很喜歡拉 因為一個是比較區隙於就是 你要去偷偷奪寶 然後另外就是 你要努力的站點 然後站點說真的就比較 有點 該怎麼說呢 比較無能為力一點點 就是 你只能就是先看一下有沒有辦法 就是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主要來說大方向的這個 奪寶跟就是那個打敵人拉 不是你的手要工作 你的主要工作就是努力的站點 還有什麼時候要去那個點位站這樣 就很重要 沒問題我們來玩一下哈 美音跟他老爸一起出擊 應該是ok 這場有那個喔 有我們那個就是 那個叫什麼 那個中毒果實那邊 不是中毒果實阿 就是要製作那個毒藥那邊的那個 鳳凰守衛女 被那個索隆砍爛的 我記得在那之前好像有一款那個 有一款海賊王的遊戲也是很好玩 然後 就是那種小人打架的 然後那個時候好像就要抽什麼卡 然後那個時候 基本上哲平也還沒有就是完完全做全職youtuber 然後那個時候玩遊戲也沒辦法課金 然後我記得那個時候好像還蠻爽的 就是 有那個什麼 就是有那種 戰鬥類型的遊戲 但是我那個時候 我是最近才發現就是 邦奇霸奇這一款 是真的是最近才發現 這款真的是 太出我預料了 真的很好玩 而且比較沒有就是那種就是 很大方向的這種就是 課金就pay to win的那種感覺 但是你自己的這個肌體確實會受影響啦 就是 比較沒有辦法就是那個 比較沒有辦法用一些比較爛的角色去扮回 但是整體來說還是一個就是 那個團隊的遊戲這樣 幹嘛啦 凱多真的很莫名其妙 有麻痺 好沒事這邊交給我手 你們趕快出去 再不出去就完了 這場好像就比較慘一點點喔 對面那個凱多一直飛一直飛 很強誒 他如果又可以把我們給打死我們就完蛋 完了 他真的把我們給打死 他一個挑我們全部誒 死定了 完了 原來我們這場就變成剛剛那一隊了各位 然後飛走了 哇很會玩的凱多大概就是這樣吧 來無影去無中各種亂飛 真的很強 但是我們這隊也不是神遊遊燈喔 我反而覺得你知道怎樣嗎 就是半夜的這個隊伍阿 就是不管是對面還是我們自己都還蠻強的 就是沒有一個是隨時便便的那種 加油加油 老哥你怎麼不過來跟我一起阿 飛過來了 拿來撕 完了完了 老爸不要一直搞好不好 完了完了完了 快快快大盒 多多多 欸怎麼 這個螺 不是 有那個 殘血螺一直在那邊雞雞歪歪 完蛋了 好強誒 沒事沒事沒事 換走位者 趕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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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必須做點事情喔 快站終點站終點 然後我要趕快來這邊了 他想偷他想偷 好這邊 欸中間中間中間完蛋了 喂中間 中間沒人手 喔可以可以可以 他們去躲另外一邊了 這應該穩了 nice 可以耶 哇隊友很少欸我的天阿 我已經快要好幾連勝了 可以多虧了隊友 結果最後還是利用了大媽的這個體型優勢 完全沒有問題 喔6連勝 nice nice 最會玩的果然還是 還是紅隊的這個大媽組合阿 好不好 這隻真的是超推薦的 好不好 真的是超推薦的 玩到現在都還是玩這幾隻 這幾隻真的 好好用喔 我說真的 因為我也沒有抽到大盒啦 其實我最後悔的一件事情就是 那時候不該嘴 不該那個鐵頭 我把一天都拿去抽大盒 結果還是沒抽中 就太容易浪費鑽死了 我覺得這遊戲 因為他每次出了一些角色都會讓你很想抽 你知道嗎 真的超麻煩的 來 我們來看一下齁 今天這邊的話呢 美玲也可以先出幾 我覺得可以先用美玲打一個 奇形 然後看一下能不能就是去 暫停阿或幹嘛之類的 GOGO一波 GALGAL來囉 應該又是我們頂上戰爭的這個 這個什麽 這個地形啦 直接出發走起 來囉 這邊的話 那隻凱多 其實我目前來說我覺得 那個奪寶凱多 我自己也會蠻想要玩玩看的 那奪寶凱多 你就是先在自己家裡先拉滿 然後之後你就可以跳到那個墜水的地方 感覺真的是 蠻機車的 而且感覺打鬥的能力也不會說很爛阿 我們每一次好像基本上我們那個守衛者 都會被他弄到那個 稀里巴拉的 每一次都在那邊一直搞一直搞 我也不知道為什麽他可以這麽厲害你知道嗎 呵呵 憑什麼 哪麽厲害 好先拉滿 哇但這場我們沒有那個守衛者 目前的一開始沒有守衛者 哇沒定到 阿對阿因為我們那個白癡喔 忘記了 你覺得那個美麟在這個睡覺對他老爸沒有用 你打他了 你打老爸了 可以喔 老爸就打不到 你知道嗎 真撐死他了 我沒有那個欸 我以為我有先就是定到之後我可以先讓他那個 可以先讓他不會就是那個 欸該怎麼說 先定他我就有那個護盾然後可以先保護一下自己 完了中間點應該是會掉但是 我們其他有兩個地方正在躲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拉滿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拉滿 然後這個索隆不要在那邊搞了 我們把他打飛 拉滿 哇他這樣都可以都可以那個弄到我 完了 不過好像不會很痛 幹嘛啦 完了 完了 哇這一下 他那一下這個真的是衝到一個歪頭欸 不是什麼都 一直在打我 我們這隊好像也沒有人在活著了 完蛋好像有點慘喔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幹嘛幹嘛 不要再打我 完了 難道我們今天好像每一場的最後一場好像都 都會那個輸掉欸 我們剛剛黃色戰爭最後一場也是敗 然後現在這一場也是 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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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掰了 真的要掰了 哇 完了 好沒關係 那看來這個時候就是我們 收山之死啦 掰掰